大家好,我是香港珍藏,我是Anthony 我是一個香港收藏家 今天就不講銀子了,今天最主要是閃卡 而不是一般的閃卡,那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小時候玩的衝蜜小精靈卡 現在大家都知道,衝蜜小精靈就變成精靈寶可夢 但是在一個熱潮之下,其實現在都比較多卡 比較受歡迎 而有一些卡的價值可以去到一個數字 我想是很驚人,而你們是不會相信的價錢 這一張就比較特別一點,我自己喜歡存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它是一隻生日比佳超 而是我經常覺得是一份挺好的禮物,送給朋友 那時候小時候這張卡都不便宜 但是最貴最貴的卡,現在去到什麼價錢呢? 一定一定說就會是這一張 這一張來說,這張不是一張很普通的一張精靈卡 而這個圖案,我想很多朋友都比較陌生 因為好像沒有擁有過,也沒有看過 當年來講,在香港,其實日本卡都比較受歡迎 除了英文卡之外,兩者都有多不同的觀眾 而日文卡來說,背部和英文卡會有一點不同 各有各,而日本卡的質素比較硬一點 所以很多人比較喜歡存 但這一張就不是一張最普通最普通的卡 因為這一張是差不多我們所謂的寵物小精靈界 就是Pokemon 中最貴最貴的一張卡 這一張是一張PSA grade的卡 即是鑑定公司看過的 這張是一張Japanese promo的 Pikachu 通常我們一般的統稱,我們叫 Illustrator Pokemon Illustrator就是我們通常用的名字 這張多罕有,只有三十多張詮釋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三十多張是被不同的參賽者得獎者 當年來講 當年來講,其實是有兩年或三年左右 參加了一個所謂的Pokemon Illustrator 這個Artist Contest就是一個比賽的小畫家 即是當時小時候,或者大過沒有人 沒有所謂的,沒有年齡限制的 就參加了一個畫畫比賽 而得到的一個獎品卡 當年來講,都是半lucky draw形式的 即是不是說你參加了就會有 你拿了獎之後,還要看看有沒有餘下 有沒有數量才會給的 而當時官方的數字就是34至36張卡 是印了出來的 而當中有些卡是沒有distributed 沒有派出去的 所以實際數字相對來說還會更少 那為什麼會這麼罕有呢? 就是因為你不會有機會在外面看見 你一定是參加比賽得獎的人才會有機會擁有 而因為記得很多比賽參加到的人 全都是小朋友 而小朋友是不會親卡的 所以很多質素都不漂亮 所以PSA來說,最高分已經是九分 應該沒有十分卡 而九分來說 已經是罕有中的罕有 這張是九分卡 雖然遮住了 但你會知道一件事是甚麼呢? 這張是我們英文中會叫Holly Grail 是傳說中最貴的一張卡 而它的價值去到甚麼呢? 它的價值去到甚麼呢? 它一張的價值是80-100萬港幣 是港幣 不是日圓是港幣 而近來的成交價也超過了10萬元美金 所以這張是我們經常說的最罕有最罕有的寵物小精靈卡 非常特別 亦是為何很多人追捧 現在來說 有人提供到差不多70多萬港幣 在Pokemon Go 或寵物小精靈的謎下 以及在90後開始賺到錢的基礎下 其實這張卡 相信應該是有升無跌的 只會一路一路升上去 所以 比較特別 因為很難得這張卡 來到香港 一定要分享一下 而有機會的話 也有很多外國的獲得者 也有玩 而香港來說 我想這一張 都應該是我們可以叫做神物 如果你有其他閃卡 像龍珠、比加超 任何星刺、觸角水象等等的閃卡 我們都有收購的 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我們香港珍藏 我們在資訊欄下 都會有我們收購熱線的WhatsApp 所以你可以隨時找我 隨時收購 不用怕有價無事 合理價錢 我們便會收購 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我們 網址在下面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把這張這麼貴 這麼罕有的卡 影片 可以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看看他們會不會有機會 曾經何時 真的有香港人 參加過比賽 而得到獎 或者有些朋友送給他 真的不知道 可能你已經拿了首期 從來都不知道 今天就這樣 有興趣的話 可以訂閱我 還有可以留言 謝謝